我們現在來注意看這一題 老師一直講題目要看仔細 第三講法前視圖、左側視圖、輔助視圖 一格是5mm 以2比1 考試絕對不可能考 不是絕對啦 那些教授每次都出1比1啦 只是老師為了讓你稍微知道一下 2比1是放大嘛 所以5mm乘以2就是10mm嘛 尺寸標注 大多一大堆人都沒在注意看 知道吧 再來 要尺寸標注 前視圖 在這一邊老師故意的啦 知道吧 所以記住考試千萬不要 每一次都是從這一邊 從這邊 前視圖 再來他 叫你畫前 左 左側視圖 在這一邊 再來 看一下他有基準面的概念 好我們先來 第一個 一定要先畫三視圖嘛 格子不要數錯了 有的同學去數這裡 這裡明明很難數啊 你為什麼不數這裡 一定要數結構知道嗎 是六格 對嗎 再來高度一二三三格 再加這裡不是兩格嗎 所以這裡是五格 深度 好來一樣 我就數這裡 一二三四五 要再加這一個是六格 好 一樣這裡有格子了 只是這一次為了 讓你們比較好畫 因為我們是總部席了 所以格子 我就直接畫給你們了 所以你自己要數啊 這裡上視圖是五格嘛 譬如我一二三四五 從這裡開始畫 在這邊嘛 對不對 再來格四公分要尺寸標註格四公分 不對喔 深度是六格 對不起 剛好 高度是五格 一二三四五 所以差不多 自己要做一個反面上面的規劃 對不對 好來 所以我們先來畫 前四圖是這邊嘛 這裡是六 正常來講要畫簡圖啊 可是因為老師 直接這邊就直接畫了啦 好這裡是二 對不對 這裡是六嘛 對不對 斜下來 再來這邊有虛線嘛 這裡是一格喔 所以這裡有虛線 這個記住 考試的時候就直接用出筆畫沒關係 再來這邊 這裡的尺寸要怎麼看 記住 一定要這樣子看過去 要對 等腳線有沒有 對等腳線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這裡對上去 你要記住喔 這邊是這裡喔 因為我們對上去是這裡喔 我剛才差一點對錯了 如果我這樣子拉上去是對這裡喔 可是你要注意 這裡這一條線跟這一條線沒有在同一條直線上啊 所以你會誤以為這裡是二喔 錯喔 這裡是一嘛 所以這邊也是一嘛 對不對 所以這裡會有一條虛線 這個起始跟結束的地方都一定要連接 所以這邊下來 這裡有一個圓 記住這裡有一條 實線 這裡20的圓 因為我的筆比較粗我用21的 好了算了 用20的 對不對 好了之後 這裡高度是1嘛 所以這裡 也會有虛線嘛 這上市圖 正式圖OK了 再來換上市圖 上市圖是 6格喔 所以要特別注意 所以這邊是6 這裡 是3 再加這個4 這邊 這裡也有條線 這裡 過來 這裡 這裡是2嘛 這裡先畫一下 這個是這邊喔 再來換這裡 這裡 這裡要對上去對不對 所以這裡 是在這裡 再來換這裡 當然這裡最好是用 你的 平行齒畫啦 這裡 這裡同學比較會忘記 一個東西 這裡有虛線喔 這裡要虛線 所以這裡 不能連在一起喔 這裡不能連在一起喔 所以這邊也會有虛線 所以這裡要有虛線 所以這裡要有虛線 糟糕 這裡不能連在一起喔 我不小心連在一起 所以這裡要有虛線 對不對 這樣子對嗎 對嗎 好了 OK了 再來換 左側視圖 隔4公分喔 記住這裡隔4公分 這裡要隔4公分喔 所以這裡 我先把這個圓先畫上去 現在其實我是看這邊啦 免得自己畫錯 這上去是一格嘛 這裡上去是一格嘛 這裡是樓空的嘛 好 好了之後 檢查一下 有轉折的地方這邊就會有線 對不對 有轉折的地方這邊就會有線 這裡少一條線 這邊有轉折這邊對上去嘛 這邊有轉折這邊對上去嘛 我也沒有漏線 沒有啦 好了之後 第二個動作 畫中心線 記住啊 從有圓的地方開始畫 我用有顏色的筆畫 做一個區別 有沒有 這個 十字嘛 所以對過來 再來 是這一條線嘛 對不起 是這一個結構嘛 對不對 這裡對上去是這一個結構嘛 對不對 好 再來換這一個 這樣子檢查 這個圓 在這裡嘛 這個圓在這裡嘛 跟虛線重疊 所以不用畫嘛 對不對 好再來換這裡 有沒有 對上去是這裡 是跟這條十線重疊 是不用畫 OK的 好中心線畫完 再來畫 尺寸 尺寸 尺寸標柱 好尺寸別柱 我一樣有顏色的筆啊 好了之後來注意看 他說基準面喔 注意看 這邊是寬度喔 記住 基準面 老師現在是 亂設的啦 說實在的 因為他跟加工方式有關係 可是考試如果有基準面 一樣啦 你就不管啦 這裡是叫寬度 這裡是叫深度 這裡是叫高度 對不對 所以寬度基準面他說在這一邊嘛 寬度基準面在這一邊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從這邊畫過去 好 一樣 最旁邊這裡是兩公分 好再來這裡沒有尺寸 再來這裡是一公分 同學最常會標錯的就是 斜面 記住斜面有線 不用標嘛 對不對我們只要知道這一個尺寸 好跟這邊是一樣的 跟這邊騎 再來這裡 跟這邊騎 好 可以開始標尺寸了 記住要畫箭頭喔 我現在是用空心的啦 對不對 好來尺寸標注 記住 記住要標圓尺寸 這圓尺寸一格是5mm嘛 所以這裡是10 這裡是20 這裡是35 這裡是35 所以 寬度就是這樣子 再來高度 好高度我標在這一邊好了 好來 好兩公分 一樣兩公分喔 好兩公分 再來 圓心 圓心 一定要讓人家知道在哪裡 圓心 那個中心線可以延伸出來 當那個圓心 對不起 當尺寸界線 好這裡是標示這一個 再來換這裡 好記住要 這個尺寸界線 要在這個尺寸的周圍 所以這邊 好再來這邊 要對齊這裡嘛 好 好記住喔 高度基準面是在上面喔 所以由上往下的話 留最後一個尺寸 好記住 好了之後 一樣寫在右邊 寫在左邊 再來 換深度 這裡是深度嘛 這裡也是叫深度嘛 看你要標在這邊也可以 我標在這邊好了 好 好 一樣 那個 我從這邊好了 好兩公分 再來 這裡的尺寸延伸出來是很長 我可以畫在這一邊沒關係 知道嗎 好這裡 這裡一公分就好了 對不起 好 再來換這裡 好 一樣對齊這裡喔 好 這邊 再來對齊 對不對 好 畫起來 記住喔 深度是在後面嘛 往前算嘛 所以一樣從後面 過來 從後面過來 好 一樣 30 5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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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漏標了什麼 有圓啊就要想到什麼 半徑或直徑嘛 對不對 這裡 就延伸出去 R5 我這個畫太多了 其實這樣子就好 好這邊一樣 R5 好OK 這樣子就不要玩了 知道嗎 你可以自己檢查一下 以後我會上傳到網路上 OK喔